在酒杯的世界 大酒杯管理着小酒杯 听话的酒杯 能获得变大的机会 不听话小酒杯 则会被捏爆脑袋 这天小酒杯们排着队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镜头一转 一个装满红色液体的大酒杯 正按顺序一次灌满小酒杯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被灌满的小酒杯开始膨胀 然后变得和大酒杯一样 接着他的胸前会被写上编号 582代表他是大酒杯第582个小弟 大酒杯继续重复着这个过程 和其他表情麻木的同类不同 队伍中有个小酒杯 神情有些慌张 他似乎有些担忧 并不想上前 很快 排在他前面的小酒杯也完成了蜕变 大酒杯拿出粉笔 在胸前写下584 下一个轮到了585 大酒杯似乎看出了他的异常 低下头端详片刻 示意小酒杯上前一步 然后检查了一下他的杯笔 确认没问题后 开始给他灌输红色液体 但小酒杯却表现得非常抗拒 他左右躲闪 不愿接受大酒杯倒的酒 甚至用手捂住杯口 小酒杯的反抗 引起了大酒杯的不满 他命令后面两个小酒杯 按住了不听话的585号 然后强行灌下了红色液体 但585号并没有像其他小酒杯一样变大 红色液体似乎没有产生作用 身后的小酒杯忍不住嘲笑起来 585号非常生气 下一秒他开始膨胀 变得和大酒杯一样大 看见这一幕 大酒杯满意地掏出粉笔 准备写下编号 可是意外发生了 585号不受控制继续膨胀 很快就比大酒杯还要大 他一把抓起大酒杯 两个嘲笑过自己的小酒杯 一个被捏爆脑袋 一个被他吞下嚼碎 接着他倒掉了大酒杯身体里的液体 倒上了属于自己的酒 大酒杯开始膨胀 变得和他一样 粉笔被交到了585号手上 他在大酒杯胸前写下编号1 小酒杯们又开始排队 只不过这次负责灌酒的 变成了曾经的585号 你们觉得动画的作者想表达什么呢 我们评论区间 未来世界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 人们只能生活在一座高耸路云的建筑里 这座城市被称为一纸城 越有钱的人住得越高 而穷人只能住在底层 底层的房子破败不堪 树木也大多枯萎凋零 出门必须戴着安全帽 不然就会被顶层掉落的石头砸上 眼前的老人就住在一纸城的最底层 每天石子都像下雨一样落下 老人前脚刚扫完 后脚就又落得满地都是 人类的生存空间有限 只能不停地向上开发 为了更好利用有限的空间 房子像迭罗汉一样越秀越高 足足盖了一千五百多层 不停掉落的石子 正是上层的建筑垃圾 老人的院子里有尊佛像 他贴心地为佛像搭了个棚子 每天都会摆上新鲜祭品 对着佛像虔诚祷告 住在底层的人们 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 门外的行人神色匆匆 门内的老人岁月静好 他正照料着家里的花花草草 中午本该是阳光正好的时候 可惜都被高耸入云的建筑 遮挡得严严实实 门口卖早餐的大叔收摊了 老人坐在堂椅上 享受仅剩的一点阳光 太阳渐渐落山 一块石头砸在棚子上 清脆的响声把老人惊醒 也就一下午的功夫 早上才扫干净的地面上 就已经密密麻麻落满了石头 老人戴上安全帽 拿起扫帚打扫 掉落的石头越来越多 底层的居民都打算搬走了 只有老人无动于衷 他清扫完地面继续睡觉 而云端之上的一纸城 正在没日没夜施工 原来一天扫一次 现在老人半夜就要起床扫 可是垃圾却越扫越多 一只鞋差点砸到老人 这天一个铁罐掉下来 直接把早餐摊的帐篷砸坏了 老人发现不管自己再怎么勤快 清扫的速度 都比不上垃圾掉落的速度 他叹了口气 索性不再折腾 回去继续睡觉 开发商为了赚钱 不停地往上盖房子 房子越盖越高 根本不顾底下百姓的安危 第二天早上 早餐店老板只能拿出大伞 遮住帐篷上的洞 街上没了往日的繁华 大家实在是受不了 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纷纷选择了搬家 老人睡醒推开门 不出意料 院子里满是垃圾 他只是默默转身回到房间 取出祭品和香炉摆上 老人之所以一直坚守在这里 很大一部分原因 正是为了守护这尊佛像 与下面的冷清相比 云端的城市格外繁华 夜晚灯火通明 仿佛一座不夜城 老人担忧地看着窗外 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孩子们都很有出息 儿子还当上了工程师 他一直不愿离开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舍不得这座充满回忆的老房子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他不得不离开家园 一座高达1500层的楼房正式竣工 住在地面的人类都搬离了家园 未来人类都住进了天上 无休止地开发 和大肆地开采 让地球不堪重负 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迫不得已只能向上发展 随着最后一户邻居也搬走了 偌大的就成区 只剩下老人一个 他看着手中的房地产广告 纠结是不是该离开 突然一块石头落下 老人熟练地躲避 他终于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扔下安全帽决定搬家 打包好的家具摆了整整一条街 就连院子里的那棵树都没放过 一并打包准备带走 只剩下地上那尊佛像 他依依不舍地抱住佛像 将仅有的一顶安全帽 小心翼翼戴在佛像头上 下一刻大风吹过 搭好的铁棚被吹倒 老人舍不得佛像 不忍心看他被砸坏 决定把他也带走 他拿起铁锹开始向下挖 可挖着挖着 却发现佛像底下 好像还有东西 好像是个莲花底座 应该就快挖到底了 老人顶着狂风暴雨 还有头顶落实的危险 继续向下挖 可越挖越深 底座越挖越大 老人累得筋疲力尽 手中的伞也不慎被风吹走 不知挖了多久 老人实在累到不行 走到门口想休息一会 镜头一转 原来奶奶家那尊佛像 只不过是一尊大佛像 头上的装饰物 老人明白 这尊佛像是带不走了 他最后朝着佛像磕了的头 然后坐上车离开 老人远远望着家的方向 佛像头顶戴着安全帽 身后是不断落下的巨石 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 老人才呆呆地坐在躺椅上 他真的舍不得离开这里 而施工队则继续工作 这是一块石板落下 砸断了佛像的一根手指 与此同时 一栋高耸的建筑突然拦腰断开 镜头拉远 原来这是一座形似手指的城市 佛段一指变毁一城 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城市上空 这座高达1500层的云中都市 断成三节怦然倒塌 原来他们居住的城市 只不过是佛像的一根手指 这座城市原本就是从佛像手上建造起来的 人们毁了佛像 正是毁了自己的根基 毁了自己的家园 被摧毁的城市里 搬家的汽车停在悬崖前 车上的老人 对刚刚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他睡得正香甜 从前 老人总是没法睡个踏实觉 因为不断掉落的石头 会将他惊醒 但现在 头顶的阴影终于散去 他可以做个香甜的美梦了 伴随着奶奶的呼噜声 这个故事也结束了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着环境 一栋栋高楼大厦 一座座排出滚滚浓烟的工厂 张牙舞爪的浓烟 使天空不再像以前一样碧蓝 曾经清新的空气 变成了危害身体的废弃 水源被污染 树木被砍伐 许多动物濒临裂绝 如果我们在肆无忌惮破坏环境 也许一指成的悲剧 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